說到高雄的負債3000多億 之前許立民不相信說 只有2400多億 結果這麼一心算出來 真的是3000多億 但是很重要一點 整個市政建設要發展之下 一定要用錢 但是你現在要負債這麼多的形象 要讓負債減少 開源 截流 這變得非常的重要了 是 立剛 高雄這5000個天坑 你不要說只有國民黨 或是韓國瑜在注意 其實民進黨議員很注意 之前民進黨議員林志宏 他在質詢的時候就說 你們這個路要是撲不平 一定誰的誰一定要給我下台 表示他非常關心 這個路不平的事情對不對 今天下午3點46分的時候 韓國瑜跟副市長李四川 他們就到了鳳山 這個中冷國中這個地方 然後到了現場的時候 國民黨的議員全到了 劉德林 張和 李 靖 綜藝眾 這些都到了 可是民進黨結議員 一個都沒來 全部都沒到 張漢中 陳慧文 然後林志宏 全部都沒到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不是很重視這件事嗎 就這麼重視人 自己不來 這個不是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的重視只是嘴巴上重視 實際上這只是你拿來 打韓國瑜的工具嗎 因為韓國瑜他不是工程在業 所以這種東西他看 他能看出什麼門道來 當然就是你相信李四川 你就交給李四川去做 市長當然就回答 有你真好 李四川就說 所有議員建議的不只這一條 旁邊都要 這時候李亞晉議員 趕快跳出來說 有條20年都還沒弄好 要趕快去弄 20年都還沒弄好 20年都還沒弄好這個路 會不會太誇張 然後結果這個市長 當然韓國瑜就說 慢慢往蛋白區再推進 工程要慢慢來 一步一步這樣去做 可是李四川這時候 回答一個很關鍵的話 他說什麼 他說但是要錢 你沒有錢萬萬不能 重點要有錢 對 高雄市現在負債 負這麼多 負債3000多億 開什麼玩笑 跟之前陳菊告訴我們 是完全不一樣 根據剛剛議員爆料 可能有3999億 更多了 是 越來越多 怎麼才沒幾天而已 這麼多 那面對這麼龐大的債務 韓國瑜要怎麼辦 我們看看他怎麼說 將近3299億 我們現在負債大概有3300億 這是一個很沉重的財政壓力 但是市政府一定要面對 我們既要建設地方 照顧不同的族群 還要想辦法還債 所以未來高雄市政府 必須更努力 更打拚 希望中央勞保局 再給我們一點點時間 現在財政的確是比較困難 可是我們還債務的 這個誠意是百分百 他都很無奈要講說 我們還債的誠意百分百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健保這些東西 光健保就欠87億 中央就說要自住人住 所以到底能不能 還這個錢還不知道 所以只能盡力而為 而且你居然付了這麼多債 該做的建設還是要建 所以很多人就很驚訝的發現什麼 在大寮的田間小道路 居然鋪平了 一般來講 這些政治人為了做門面 通常都是大家看的地方做一做 當然就鋪那大馬路 是 那小的這種田間小路 誰管他對不對 但是韓國瑜上台才20天 路就鋪好了 他真的鋪給你看 然後還有人更驚訝的發現什麼 沿國師橋下面的路燈居然會亮 你知道 居然路燈亮了 你知道其實已經好久沒有亮過了 你知道 這個消息一傳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網友在路上看到之後 很驚訝 原來高雄市過去 路燈是不會亮的 原來高雄市以前有這麼落後嗎 你現在居然那麼多年燈都不會亮 有路燈居然不會亮燈 花媽不是以前告訴我們說 高雄市在幸福城市 做得好棒棒嗎 現在怎麼會這個樣子 難道以前我們看到都是幻覺嗎 當然不只是只是工程而已 其實他這一次 馬上高雄平潭首行 然後這個首行的時候 不是只是開一個船過去而已 他還在七個貨櫃裡頭 據說價值大概差不多有 大概1500萬人民幣 就是大概六 七千萬的貨物 可是問題是就有人酸了 比如說我們的前立委林左水 林左水就說 高雄真的是要發大財 賣出這麼一點點東西 就要發大財 甚至說他覺得韓國瑜 如果認為只賣農產品出去 高雄就可以發大財 你適合50年前來當高雄市長 所以我覺得 有必要酸成這個樣子嗎 其實這只是 東西賣出去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個開頭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好消息 就是天津的郵輪 天津的郵輪要來高雄 因為其實之前好幾任的 高雄的市長也都希望 跟大陸之間有這樣通行 因為這樣人才會來 錢才會進來 可是之前合作好像都談不起來 但是韓國瑜上任之後 天津這邊馬上主動有興趣 主動來詢問說 我們可不可以讓我們的郵輪過來 這一屆如果成行的話 他每一次就可以來3000到6000人 3000到6000人來這邊吃 喝 住 玩 可以促進觀光 對 這些消費 其實就可以帶來很大的一筆財富 這不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事情 要慢慢讓他去發展才有用 但是問題是 這些人才不管你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還是要把韓國瑜 往死裡頭打 你知道 比如說 大家在北農時期記得 段銀康 子民就說 韓國瑜你就是最大的菜蟲 那時候還不是跟他賭曲困球嗎 王世堅還說你南北菜蟲一起串聯 結果後來發覺 根本就沒有菜蟲這回事情 甚至韓國瑜從北農被逼走之後 這是柯文哲報得料 柯文哲說他當時 本來安排他進市政府當顧問 有子級顧問 結果去當中央的態度 你中央如果還是堅持要跟 大陸對幹的話 兩岸之間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夠和平 怎麼樣才能夠貨物交流 所以韓國瑜被記者問到的時候 覺得拜託 現在連 陸委會主委陳明東 都衝著他來了 這個東西逼得他不得不回答 所以說他就說 你蔡英文不要中華民國對不對 那你也不接受九二共識 OK 那你就獨立 那你現在不敢獨立 那你不愛中華民國 也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 那要講嚴肅一點的話 請問蔡總統 台灣2300人到底要去哪裡 所以這是蔡總統必須要去面對 而且非常嚴肅的問題 你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到底要不要把我們帶到哪裡去 然後難道你只能夠躲在這裡 跟你的貓玩 中華民國哪裡都走不出去 韓三伯 你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的這個時候 大家想的就是 選後怎麼樣來整你們高雄 可是我看到了幾個東西 平壇居然貨就這樣子出去了 可是還有天津的郵輪 準備要進到高雄了 看來貨出得去 人進得來 高雄你們真的要發大財了 但是問題花媽留下的一些爛攤子 還是得要想辦法解決掉 阿嬤 阿嬤 聽你大家怎麼說 我今天喝水氣 怕我發氣 所以反�就是 說什麼事 我說這道鴿爬這裡 有五十五塊 他其實是農業分 農業分 這個給我們郭忍市政府 你們這裡關門 我一家再分享一 lang 這道要請事情說 沒有要心想說 沒有要要跟你們說得太大頗 那就是我們的農業協議局長五方名 這個我才會說這是人材 這是人材 但是這個案子會成功 一個不可欠缺的因素 你們這個頭叫韓國瑜 所以這個事情去契合 五方名有認真去拚 有認真去找 他把這個相機去找 但是不會成功的 人也是去堅定到你韓國瑜 這個事情我都不可會言 我就有聲音就說聲音 但是畢竟這是一個成功的修行 2200萬對這籠魚產品來收拾 小菜一塊 但是這座路走過後面很平淳 這個事情跟你們實在跟你們說 跟你們這麼教訓室說 你們的頭叫韓國瑜 另外你們一個最大最大的頭叫 就是高雄市277萬的市民 你們這座的成熟 你們會完成這些事情 對最大的頭叫有一個交代以外 整個的事情 你要認真去 認真做 我又強調這句 有做就有機會 沒有做和電話 你都不用卡 農總不用卡電話 這個工作 你不能再跟股政府說 你一定要做適格 很多事情都自己說 說你只要認真去做 你只要去拚去找 不是趁著無頭的好心 總無路 我本來今天有什麼 有這55塊會議可以簽出來 人對農業他本身有講 人對他本身參加的結果 我們生態人很清楚 人對盤上要去幫助的人也很少 他也會去 他擔任到這個組織 當然要過理 不是說你來就好 不是說你來就好 都一定有做過理過 這個事情 今天這張成績都要搞出來 但是要不夠 我知道要不夠 2200萬屬性要很少 要不夠 但這可以跟你說 我本身就有認真去找 你穿這個局長水準 不是你說想要去做的 想到有的 沒有的想到有的 想到有的 應該要去做 應該做事情 這個東西 你沒有下去做 你沒有落實去進行 市長一個職業都給你了 他的方向目標都出來了 你的職業在你那時候 你做不好的韓國的事情 總管率人做他集資稅 你這個局長水準一定要開始落單 不是想我有的 不是那個地方去了解起來 我第一次還在講 說未來民政局 要去做多大的事情 都當中第一線民眾 何正是不是 民眾管理所是不是 傳立辦公室 那個局 傳立辦公室 傳立幹事 過去這裡包括中央 正在第一線民眾 對到民眾這些事情 民眾要有多大的民眾 要有多大的民眾 你現在沒有開始準備 沒有要有這些對策出來 你後面所做到的事情 你敢有法度可以宴護嗎 我說簡單一個最實際的 透過我的手要管管 讓韓國在那裡說 寒暑假放假時間 小孩沒有飯吃的事情 除了韓國只說這句話 透過我的手是要叫我管管 說你錢都不能讓我過手 因為我這個人 剛才有一個賣家 這四人剛才不買百錢 你錢都不能讓我過手 我把你腳去社會局 你腳去社會局 社會局每天都生的專案 專案 那不是台灣人而已 我曾經接到就是一個惡盟的專家人 當專家人出事 出貨到惡盟 惡盟到溫哥華 發電了很好 等一支三萬的惡座買我 我說 我沒有跟他說惡里桑 他專家人台灣 那個賀尾文 審我聽到有人 我說你不好這樣 這個錢我一百就不跟你過手 韓國的事就轉好 你轉好錢 拿去那裡管 我要跟各位說 不是這個情責 這個問題 那是心態的問題 對 這很多人 衝我們熱情 衝我們 都要想幫助 你高雄志願要怎麼走 這話你韓國說出來 他們就想辦法 要怎麼補合 這印證一句話 想要幫你 那個人多圍 多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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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這裡局長收隊 你不能亂說 對人在北方 還在那裡睡 你的想法 沒有代表人的想法 你的想法 沒有代表人的想法 你的想法要接地去 要替他佩製 想的想法 不一樣 這個人要幫你打架手 這個人 你如果沒得到費用 你最概念 你也要跟他聯絡一下 這個東西 趕緊整個性行 有要幫助 你這個人 有哪有一個刀 那個政黨是被謀殺 你知道嗎 他如果一直棄 你一直沒回頭 一直等誰沒聯絡 我兩點這個人熱屁股 我走走走走 這個刀一遍 兩遍 第三遍 打折扣 我才覺得 我心想對這個情政府 一個期待 因為 你們都動損 我們跟你講 這個事情 你們要開始下去做 開始不實際做 這要有準備 這政要有準備 韓國的今天這段這麼大 三千幾億 我剛才說 這我最重要的 我跟保安台灣 這我最重要的 每天有兩千多的負責 一定超過三千億 夠了夠了 小便就是這樣 要拜託共同市議會 就是一頭再強調這股 當時他開始欠的超清楚 三個政策頭青車 這子議是對對來的 包括頭的議員在說 二階段的輕軌還沒做 車要好了 對 搞什麼事情了 這子議不良善 像我們蚵仔料的海水 我們米頭的海水一樣 太好了 把兩項各業出來 靠那個事情 整個健身都不適合 那個 平身外賣 你貸貸買一大堆 不會後來不會炒 我剛才建議 剛才一打兩人說 建議他去賣 新北市政府 我知道那不行 以前花媽執政是這樣 有人說國道石號 下面那些路燈 從來都沒有亮過 但以前花媽 她還這樣子負債 還借錢借了一千多億 她錢究竟用到哪去 其實我們針對 就是我們上任之後 有把槓市政府的負債 有一張表 我剛才有拿出來 就是說高雄市政府 目前的負債大概是3300億 至於你說到弊案這邊 其實很多很多的弊案是 目前我們有問題 像我一上任 我第一件事問的是什麼 我問的是趙家寶 趙家寶 我就把趙家寶的照片 就放出來 因為我們質詢 所以所有的局處首長都坐著 我就問所有的局處首長說 請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這位仁兄是誰 沒有局處首長回答我 所以我點名誰 我點名楊明舟 因為他曾經是 槓市曾經是花媽的公務局長 我就問楊明舟秘書長說 請問他是誰 他就說趙家寶 接下來我問警察局長 他在哪裡 他說報告議員 我們會成立專案小組 一個趙家寶 他是2014年 他就已經被派行定業 他是被通緝的 他還在高雄爬爬走 他涉及的是什麼 涉及的是世大運的行銷的案子 他有 世運 對 世運 對 不好意思 不是世大運 世運 他所以叫世運行銷案 他是貪污犯 而且他運用的是什麼 他的實質影響力 那大家都知道 趙家寶曾經是誰的基要 曾經是花貓的基要祕書 所以其實判決書就已經點名了 趙家寶是運用他的實質影響力 而達到貪污 所以這就是很大很大的問題 剛才有華哥也有講 我們大寮的水上樂園這個案子 他背後其實跟慶富案的這個集團 其實是有相關聯的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另外慶富案 散狂流下有問題 對 那慶富案 慶富案沒有一個告示的 官員被起訴 所以這些許許多多的問題 都讓百姓心中 對高雄市政府前朝的誠信 對前朝的行政效率 對前朝的清廉打了問號 所以你說我們會不會查 我們一定查 但是有沒有注意到 韓市長有講一句 只要是領高雄市政府 找高雄市政府薪水的公務員 你就必須來議會去做備訓 其實這就是要協助我們 去把真相找出來 我覺得這個不叫做清算前朝 這個是要給每個高雄市的市民 一個交代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上任之後我才發現 哇 原來 槓市的負債真的這麼可怕 那我們要推重很多很多的建設 比如說我就跟那個 立昂跟你講一個地方好了 我們那邊有一條路 叫做明治街 它已經20年 它是從12米的道路 忽然縮到6米道路 旁邊兩邊 都是沒有加蓋的水溝 所以很多時候晚上 路燈很昏暗 民眾騎車開車 在會車的時候 常常發生車禍 甚至有死亡車禍 之前每個民意代表都說 他已經爭取擴寬 已經來會堪 會堪N次 20年都沒有做 問題在哪裡 沒有經費 沒有錢 可是這個是會卡到 民眾生命安全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也當場 質詢我們的公務局局長 我就問他說 這條路你要不要做 他說報告議員 這個關係到生命安全的 我們一定優先執行 但是我們目前的問題是什麼 就像李四川副市長說的 我們沒有錢 所以我們現在有責任 菊姐執政了12年時間 他也沒做 那也是不是代表說 因為沒錢 所以不做你們那邊的路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 他到底做了哪些東西 這些錢移去哪裡 你做了很多大型的 重要的公共建設 譬如說衛舞營 譬如說流行音樂中心 那個是中央的經費 那個真的是你中央的經費 包括說你捷運 那很多都是中央的經費 所以錢跑到哪裡 怎麼對百姓交代 我認為是未來 我們高雄市議會 我們一定要去挖掘真相 我們未來 我們問政的方向 絕對會給高雄市民 一個交代的 常 Campaign角度 並指定過 を繁て一定的 insan和元素分 平 Tyr領市民 回教復 我們一些人 品質回裏 我們幾乎 百姓 我們 關電 感谢观看